接下来我们不能说 因为得到了这样子一个资讯 就停在那边 就不再继续深入研究 那我们到底要深入研究什么 对不对 举例来说好了 就像我们讲故事 我们看到了每年销售额逐年成长 那可能老板这时候会想要问什么问题 就是你要思考的分析点了 举例来说 老板可能就会想说 那到底是哪个类型的产品卖得好吧 好 哪个纸产品卖得好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刚刚是在这张表 那我们现在右边空白点一下 我们再来画一个各类产品 各类产品的销售 好 那什么叫各类产品的销售额呢 空白地方点一下 所以各类的产品的销售额 所以你要先找到类别 类别 就是我比较习惯先选择好我有哪些的蓝跟列 好 我要选各产品类别的销售额 谁销售额打勾 然后接下来呢 好 为了 就是还是要有所区分啦 所以干脆我用 圆形图 可是圆形图是最不容易懂的一种图 所以为了我上课方便讲 所以我还是把它改成大家比较容易看得懂的 直条图 直条图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